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全红禅在参加完颁奖典礼 以后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会场 全红禅本来体型就小 教练组又把他围在中间 他背包的密不透风的离开了记者的包围圈 在过程中 有记者冲着全红禅喊 我们是央视的 他们以为教练们会看在央视的面子上给他们采访的机会 但是全红禅的教练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 推着全红禅就离开了 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被外界捧到了巅峰 只要他出现 他就是舆论中心 这对全红禅的成长和发展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无论是广东队的教练 还是国家队的教练都在尽力保护全红禅 尽量把外界给他带来了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这次国家队教练帮助全红禅拒绝采访仪式可以看出 教练们把全红禅保护得很好 全红禅的重心应该放在跳水上 如果让外界的舆论毁掉了这么好的一个跳水的苗子 那可真是得不偿失 期待全红禅在未来的比赛中有更精彩的表现